好 繼續要來看到 一名網友在日前發文說 她的妹妹罹患了十道癌末期 日前兩人一起去看醫生的時候 妹妹說她咳嗽咳得很不舒服 但沒有想到醫生卻回答說 現在最好的方法是直接安樂死 讓網友聽了非常傻眼 文章一PO出 立刻引發了討論 而專家認為說 醫生應該跟病人 討論各種後續處置的方式有缺點 而決定權要交給病人還有家屬 到醫院看診 醫師的回答與溝通 並非每個人都能接受 一名女網友發文 表示自己的妹妹罹患十道癌末期 每天咳得難受 睡不著也不敢睡 醫師曾說最好別睡 睡了可能就沒了 而妹妹正猶豫要不要化療 醫師也說化療不會治好 跟你聊天的日子會變少 最近妹妹又跟醫師反映 咳得很難過 沒想到醫師回答 請妹妹接受事實 說這藥沒有辦法壓 現在最好方法是直接安樂死 可惜台灣現在沒法案 讓家屬聽了心情也跟著波動 假熱死 怎麼可能 這個就有點誇張了啦 早點讓我了解 我未來會怎麼樣是OK的 可是有一些長輩的話 他可能會打擊很大 感覺醫生要放棄我一樣 醫師說法單刀直入 文章一出引發關注 其他網友回應挺沒醫德 也有人建議還是患家醫院 沒病要受氣 有網友則表示 沒包裝過的事實就是很難聽 那我也曾經碰過我的朋友 術後要幫我的那一種 然後去請教醫生 那醫生就覺得說 如果你要用他的方法 你就不要來找我 有時候也同意他們 可能真的太忙了 譬如說他如果做化療 他的優點是什麼 可能可以延長生命 可是他生活品質 是不是會受到影響 由病患跟醫師 共同來做出這個決策 應該要本於同理心 不少民眾也碰過類似情況 而醫生應該醫病也醫心 醫病溝通技巧 始終是醫療相關人員一大課題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 師公砺 一定要發 deber 技術一定的 ils尊 Ger來到 梁炮 嘔 嘔 嘔